唉 该怎么办呀 辰大哥 你看谁来了 家旺 辰哥 你咋知道我们回来了 你们走了以后 我一有时间就会过来看看你们回来没有 我和你小月姐姐 回来以后没有看到你 还以为你不辞而别了 我怕你们回来看不到我担心 我给你们留了一封信 那个信我们看到了 你想着这么周到 你身份证拿到没有 拿到了姐姐 你先坐 坐着我们聊聊天 坐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在修饰店帮人打杂 那你工作怎么样累不累呀 不累 在有工作 就有饭吃 有住的地方 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能这样想 真的很好 人就是要学会满足 知足常乐嘛 至于以后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了你找到工作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打电话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呀 告诉他们了 他们现在家里面打骨子 等今年新米赛好了 我拿点给你们尝尝 让你们尝尝 我们家今年下的新米 好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们 和你一起 回去看看你爸爸妈妈 哎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把你的视频发到网上了 有很多叔叔阿姨关心你 还有一些人要给你介绍工作呢 谢谢叔叔阿姨的关心 哎 你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对着这个镜头 好好说 谢谢叔叔阿姨的关心 挺可爱哈 哈哈 你待会别着急走 和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好不好 不用了 陈大哥 你们帮了我这么多 应该我请你们吃饭 等我发了工资 我再来找你们 没事 今天小月 我们俩 请你吃饭好不好 大哥你听我说 我真不能再让你请我吃饭了 这样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等我发了工资 我再请你们吃饭 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等我还要回去上班 还回去上班 那行嘛 改天 我们俩去他上班的地方 看一看好不好 好 这样 先别着急走嘛 先坐着我们再聊聊 好吧 好的 静静 这种 很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